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连凯几人来到李重年与扶军交战的地界 一连凯竟然大摇大摆带几人来到西餐厅饱餐一顿 这让潘建池时分担心 到了交界处 在明鸿玉的帮助下 一连凯几人最终顺着引开 一级陪一直有些心神不定 他作为家主也希望无论做什么 老二老三兄弟两人都有一个高下之分 这样将来他在舍弃另外一人时 也不至于愧疚与难过 一连胜带翻眼云一路赶回 但一连凯终究还是先一步回到了家里 一连凯还没进家门 一连胜就后脚下了车 他先是询问了父亲的情况 随即斥责一连凯 一连一见二人又要争吵起来 连忙打圆场制止了他们 儿子归来 一级陪特一为两人准备了截风宴 但兄弟俩迟迟没有看见父亲 心中仍然放心不下 一连一这才解释 原本他们想设计引诱出凶手 可一连几天凶手都毫无动静 索性父亲就自鞭自倒了一场凶杀 想看看江左到底谁存有异心 所以他真的没事 众人这才开动起来 一连一看见范燕云愁眉不解 出言安慰了他几句 范燕云十分气愤 他直言范之痕当时 要不是把护卫都派给了秦桑 今日伤心的人就是一连凯了 说吧他就愤然离开了 一连凯没有开口 却亲手给了夹菜 他安抚秦桑 范燕云一直沉浸在父亲遇害的巨大悲痛中 他质问一连胜为什么拿父亲的死大作文章 而不是去追查凶手 一连胜只好劝他 报仇的事情从长计议 只能先委屈范燕云 另一边 秦桑在房内哭哭啼啼 自责当时要不是自己任性 也许范之痕就不会遇害 一连凯只能好生安慰他 说完范之痕的事 秦桑又问一连凯 为何不跟大哥说宋副官刺杀他的事 一连凯提醒秦桑不要再管这件事 他们兄弟只争抢不翻脸 而他是想完成师父的遗愿 他警告秦桑不要再怂恿他去挑战二哥 一连胜和几个市长在书房开会 李市长提出要另选贤能 却不知道他的算盘已经早被人看穿 正剑八弄张之际 一级培突然出现 宣布李市长跟了自己十多年 劳苦功高 安排李市长以后就当审委员 如此一番恩威病师 众人无辜服帖 中秋之夜 一家人好不容易躲在一起吃饭 吞杯换盏间 有人无意提起范先生 范燕云本就是强作欢言 此时更是忍不住跑了出去 秦桑随即跟了出去 到了灵堂想要跪拜 范燕云认为 一连凯在外面花天酒地 秦桑却不闻不问 这次之战被围 他却假模假样地跑去 不过是为了搏一个猎父的名声罢了 想到这里 范燕云就恨秦桑入国 他愤怒地将秦桑赶出了灵堂